字幕发行李登记 好 又是我Gary Sir 和大家说一下股票 相信大家都看到 这72价格在年龙上升得很大的 连续升了数天 而Gary Sir在群组里面一直在说 今天想和大家翻溫一下 翻溫什麼呢? 就是這條影片 為何可以錄出來給大家看 有一條即時短炒的影片 看到升到1.4多 再不斷推上去 跟大家解釋一下 如何去找出來 以及我們要留意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這條影片錄到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看一分鐘圖 其實就是 今天早點的時間 好了 現在看著1.45個位置 剛剛就衝完了 現在看著1.5個位置 1.5個位置 你見到現在有14個人排隊 零零些人排在這個位置 看看一看 現在慢慢慢慢就在衝上去 而其他排隊的那些 你見到閃得很快 有時候你也看到跳得很快 看到這個情況 就是告訴你 在衝上去 我們看著1.5個位置 衝到的話 又會跳升多幾格的了 今天就跟大家看著 這隻72去炒 看來那個勢 都是一直衝上去的 不是說他好像說到跑馬 他根本就是跑馬的形式 慢慢衝上去 你看到呢 慢慢慢慢在消化1.48的了 現在去到1.4 成交量不斷地爬升 去到1.49又回來了 1.49272K 慢慢慢慢 你看看會不會看到 就是慢慢慢慢的消化了 現在又是了 又重新在這裡消化 突然走得很快 走得很快 很快 這麼快就會挑戰1.5個位置 現在還有22K而已 一吃就吃完了 吃完現在挑戰1.5 立即就爆上去了 一爆完上去 你看到整個情況 就是慢慢慢慢的消化了 這個盤 是不是 好了 現在去到1.55 1.55又有884K 彈了出來 有892K 看看又是否消化了 一直這樣不斷地衝上去 不斷地衝上去 情況呢 就是看著這個盤 看到它衝到剛才 如果1.5買進來 就立即就吃虎了 是不是 好了 現在又等著 看看去到1.5這個位置 會不會消化了 你看到1.55之後 暫時還沒有很大的盤 最大都是去到1.6 314 看看消化了1.55這個位置之後 又在哪個位置走出來 1.54 上了 1.55 現在慢慢慢慢又再消化了 沒有了 好了 接著去到1.6 1.6 留下看看有沒有盤 沒有盤 又看看會不會消化了1.6 其實我們就是看著盤 看著它去炒 那你如果看到的話 那你就可以吃虎了 現在慢慢又去推進了 推進去1.6這個位置 1.6現在有119 1.19 我們叫做 好了 有12個人排隊 突然之間有12個人排隊 不知為何衝了出來 縮了盤 沒有盤了 現在沒有了這些盤了 看看會不會輕而易 又可以衝破了 一看到這個位置 沒有了 沒有盤 現在又落到1.65這個位置 那我們重新又要再看 1.65 現在又有862K 三個人在排隊 似乎跟之前的情況有些不同 一直慢慢慢慢衝上去 慢慢慢慢又approach到1.65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先看著這個位置 下面又是沒有人排隊 似乎很快又會衝到這個位置 好了 你看到現在突然之間 很多紅色出來了 很多紅色出來了 你就要留意準備 還沒什麼時候離開 因為去到這些位置 非常危險 我們先看著1.65個位置 我們先看一看 現在下面又沒有人排隊 而這邊跳動的速度 亦都沒有之前那麼快 同時之間出現了 開始慢慢向下跌 那你可以留意一下 再跌下去 其實我們應該就要縮了 好了 現在先看著 去到1.65這個位置 究竟還衝不衝到呢 我們再看看 速度變慢 我們就即時要走 加上現在一跳下去 都是還在跳動 56和59 開始變成危險 我們就要落定盤準備走 好了 落什麼盤呢 就是追蹤指形盤 你看到剛才現在縮下來 我就走了 先吃了壺 記不記得我們一開始衝上來 和大家看的時間是1.5 如果剛才我們一縮下來 馬上吃 起碼都去到1.6 是不是 好了 現在再看 1.65的盤 就越來越少了 去到現在 我們就要走了 你不走就虧了 這就是告訴大家 短炒 看著盤的方法 我講到現在 如果剛才1.5 你都還在賺 是不是 好了 跟大家看盤 看著這72 先看到這裏 下次見得到 再跟大家錄給大家看 好了 我們看這條片 升幅慢慢慢慢上去 又回落下來 很明顯 當時 去到9點34分 頂位就是1.27 好了 而1.27這個位置之後 急速回落了 沒有什麼成交 於是他無法進入 這天裏的頭20大升幅 但是 當去到大概 我想應該十點鐘的時間之前 發現了 這隻股票 突然在慢慢慢慢衝上來 在頭20大的升幅 在爬升 於是就留意他 一看就看到這個位置 就是頂位 對嘛 好了 當他去到9點50多分的時間 開始成交量又變回大了 其實呢 我們平時炒的股票 我們最重要知道 那一天 他會不會有機會升呢 我們其實要留意成交量的變化 好了 突然之間成交量有變化的時候 意味著這隻股 要不就有人入 要不就有人沽 同時又發生著 那當很多人在購買著 或者沽著的時候 這些股票呢 那你就要留意了 好了 當見到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呢 咦 他突然之間 他又有很大的成交量衝了上去 意味著這隻股票呢 很多人一起追入 那我們要留意的部分呢 就是 喂 究竟呢 他會不會繼續衝上去 繼續有人追進去 那我們呢 就在這條影片那裏 我亦都展示了出來 原來我們是一齊 這樣可以看著這個盤 那些人不斷追進去的 那怎麼追的話 那就留待上課才說吧 但是你看到那些盤 是不斷不斷有阻力 而有阻力中間又有不斷衝上去的 那我們一邊一邊看一邊看 看到呢 就是1.4幾 衝1.5 1.5 衝完之後呢 接著一直衝到1.64 好了 在片段 其實那條影片呢 5分鐘而已 在5分鐘裡面 去到後來的時間 我就說 喂 要走了 其實呢 通常那些人買股票 都是懂得 不買入 而是不懂得賣出的 但是賣出的部分呢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呢 其實呢 就是要留意回呢 它跌下來 咦 你也會見到的 去到1.64 它回下來的時候 我已經和大家說 喂 要小心了哦 已經去到極度危險了 再看一條影片呢 你就會聽得到 一會兒你都可以翻譯一下 好了 當你見到它下去 咦 開始跌下來 而且呢 那個成交突然之間又減少了 我不管的了 我害怕 為什麼我害怕 因為 喂 剛才有很多人一起追入 但是現在 你們又未上過課的 或者 你都不知道怎麼做的 嘩 或者我已經賺錢 心慌意亂了 那可以怎麼做呢 不用問 若然你覺得 我已經有一點點怯了 那你就好走啦 那當時呢 我當然看了另外一個訊號出來 咦 它是時候了 要收工了 那我就跟大家說 喂 撤退啦 你不撤退的話 你便看到了 從1.64 摸摸摸摸摸摸到 1.2幾了 所以 我們玩這些股票 或者我們知道這些股票要移動的時候 我們反應第一時間要快 第二 我們要看清楚 是不是有很多人跟你一起追入 有很多人一起追入呢 不要緊的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走得快過其他人 你走得快過其他人呢 其實你就已經立於不敗之地了 那我經常都說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傻散是喜歡跟別人衝進去之餘 又不會走的 首先這個部分就是 你選擇你是做一個獵人 還是做一個獵物呢 第二 如果你要做一個獵人 你應該要有什麼觸覺呢 最後就是 你知不知足 如果你知足的話 那你就走得了 你不知足的話 你就下去了 其實整個過程就是這麼簡單 怎樣去捕捉一隻股票 怎樣去入市 然後怎樣去操作 而這條片就是告訴大家 原來找他出來一點都不難 入呢 都不是很難 最難是什麼 最難就是怎樣走 而在這條片當中 我們都說了給大家聽 設一個叫追蹤指形 你就可以走得了 希望這條片 可以告訴大家 解構到72 今天是怎樣去炒的 那我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說 拜拜 我可以做一對 我可以做一對 好 好 有 突然說 응 等等